我们到海南岛了 现在开车去崇海市区的万泉河景点 万泉河古称多河 是中国海南岛的第三大河 这个万泉河是发源于五子山 全长是160多公里的 在万泉河的广场 这里我们时不时可以看到一些老年团的歌唱组织 瞬间我特别羡慕这些老年人的生活 文明崇海幸福家园 万泉河的公园还是挺大的 我听到前面好像非常的热闹 走过去看看 我们眼前这个舞蹈团呢 他们身穿的服装 非常有特色的民族服装 有一种抑郁风情的味道 跳起舞来真的是好美啊 不得不说穿着民族服装 跳舞室更有一番风味 在万泉河广场呢 有两个标记性物件 一个是长长横窝地上的树木 树上呢 是雕刻了万泉河的 一个是树立广场中央 醒目的黑色青铜雕像 雕像弯曲起伏 身躯像葫芦 看起来呢 好像是断了头的麻环一样 中部呢 它是凸起部分的 一条裂缝 一个小东西 好像在里面隐藏着 这个河水呢 是最终在伯澳就流入了大海 伯澳呢 就是那个开会的那个地方 听说这个万泉河啊 我们游客呢 可以是坐这个船去游览的 买票呢 是在前面这个售票厅里 我们走过去看一下先 文明城市 这边有一个红色联子菌的雕像 最早听说过万泉河 还是小时候呢 就是从这个红色联子菌里面 唱的那一段 万泉河水清又清 这边就是万泉河的大院入口 这里是需要勾票的 这是一个检票口 要带口罩进入 这边是勾票区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从海市游览的 一个票价30块钱 收票处 那这就没地儿了 这是什么到这儿了 没了 没了 走一下 没了 没了 你已经坐哪头 你在家买票的啊 马头去坐船呢 他是这样子的 第一站完美结束了 最后的万泉河呢 我们是没有进去坐船游览的 坐船游览价格是58块钱 虽然我们前面看到那个标价是30 但是工作人说是58块钱一味的 据了解到啊 大院里面呢 好像什么都没有好玩的 所以呢 最后没有进去了 现在我们要去旅店的路上 我们在晚上订购了 今晚住的旅店 在这边呢 住旅店真的是不好找 最后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从海市区里面 601 602 收完圆床 我订的是大床房啊 接上 这窗拉不动的 拉不动的 可以关拉不动 就这样的房间 大家觉得贵吗 128块钱一个晚上 这样子放学